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兩邊就走 來了英國之後 生活節就慢了 圈子闊了 連帶我們現在留意和關心的事物都多了 自從今年年初 BBC 的紀錄片 揭發了日本影視樂團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性醜聞之後 英國這裡到現在都有人留意著專尼事務所的最新事態 專尼事務所畢竟都恐紅過日本神級偶像組合 影響亞洲娛樂界幾十年 今次醜聞的確是挺震撼的 解散了的國寶級組合SMAP 得回牧村托載 還一直留在專尼事務所 這裡的日本朋友都說 他是不是都會走 這一類JPOP話題 香港人都跟他們 connect到的 考考你 SMAP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問題都不是很難 就是 Sports Music Assemble People 好耶好耶 佩服佩服佩服 的而且確 運動和音樂是可以 跨越語言文化地域的限制 凝聚人心 杭州亞運會已經舉行了一個星期 千里之外的我們都感受到香港運動員的拼搏 不斷為香港網球界打出零的突破的 19歲新星王集林 今次在南丹第三圈賽事 令人眼前一亮 他對著世界平名高自己360位 來自杭州有主場之利的中國二哥吳逆炳 打到決勝局Tie Break落後1比6之下 他連贏7分 絕地反勝晉級 有直擊現場的記者就說 今次亞運網球賽事的看球禮儀 好像跟其他網球賽有點不同 現場主持不時會開咪大叫呼籲觀眾打氣 令到兩位選手都受到干擾 不過大家聽著打氣聲 由原本只是屬於主場 到後段聽到有人用普通話和廣東話的大喊 黃澤林加油 感覺都頗特別 中國網絡上也都大讚黃澤林有前途 吳逆炳輸得無話可說 令大家感受到熱血的還有一班老將 香港男子七人籃球隊 先後擊敗縮敵日本和韓國 成功為免亞運金牌 最後一次參戰亞運的四朝元老姚錦成 最後說了這一句 No one is hero, the team is hero 這一份意志不言而喻 Team Spirit也都令到南竹今次破了封城65年的紀錄 繼1958年之後再次殺入亞運藍燭八強 在星期日會和伊朗爭準決賽的席位 香港隊的紀錄有時都會嚇到人 東京奧運兩面銀牌得主何思培 今次亞運代了至少兩金一銀兩銅 其中女子100米自由泳 刷新亞洲紀錄 是國際游泳史上第七塊 中國網絡上網民討論他 可不可以直接代表中國參賽 有關他的報道也鋪天蓋地 有些還將他和谷外寧相提並論 說何思培為代表中國參賽感到志豪 拒絕西方邀請 誓要為祖國拿奧運金牌感華 何思培的爸爸來自愛爾蘭 Grand Uncle 是有份促成東西德統一的 已故總理Charles Hawkey 大家如果有印象 兩年前何思培是跟香港傳媒解釋 因為香港是他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所以他在愛爾蘭和香港之間選了香港 體育運動向來都很難很pure很純粹 今屆亞運開幕以來 特區政府隆重其事 特別是經常被發現出公賀稿 出到故此失起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頭四天已經出了七次稿 有眼利的網民發現 至少有兩篇是讚港隊 Bringing Gory to Hong Kong 和Brock Gory to Hong Kong Again 當有些事可能令人有聯想 都會干犯國安法的時候 這些官方文稿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要問到答案當然就會有些難度 事關一日解決一個問題的李家超 亞運開幕之後 在社交平台出了一個post 說他當日只是做一件事 就去入場 說是幫運動員打氣 當日他行程好像都挺豐富 post打氣上之前 先嘆了轉杭州高點 他指做一件事的同一日 香港發生了一宗罕有的工業意外 牽涉兩條人命 事發地點是港鐵旗下商場的地盤 作為港鐵最大股東的政府 在這件事上又做了甚麼 這中造成兩人死亡的意外 發生在西九文化區地盤下面 涉及港鐵圓方商場的冷氣系統 冷卻喉管更換工程 上星期六早10點 兩名工人、國伙計和劉浩祥 以及工程異判沈玉權 一起進入地盤管道 半個小時後沈玉權離開 到下午4點 大判瑞健的工程經理巡場 見當時不見有人開工 於是打給異判了解 對方說會處理 工程經理就走了 到5點鐘 瑞健的工程經理 再通知瑞健的職員巡查 但職員發現閘門鎖了 之後就走了 兩名工人原定下午6點收工 國伙計的家人見他整晚沒有回家 第二早6點半聯絡到沈玉權 到7點14分 沈玉權爆開閘門 去到閘門100米外 才發現兩名工人 於是報警 他們懷疑吸入沼氣 送院後證實死亡 有業內人士說 這類在隧道內換喉管的工程 不應該存有沼氣 根據警方的說法 涉案管道分為三段 第一段是工程本身涉及的範圍 距離入口處大約10米 當時的工程 理應只是清理這個範圍的水 而瑞健工程經理巡查的時候 都只是視察了這一段 第二段是要經過斜路和樓梯 相距大約4到5米 再多走80到100米 才到達第三段 也就是發現兩名死者的位置 管道內有大約一寸深的積水 消防員檢測後發現 這裡的流化氢濃度比正常高出4倍 兩名死者被發現時沒有呼吸器在身 原方是港鐵旗下商場 工程大判是瑞健機電工程 瑞健再分判給疑判審事創建操作 到星期一 發展局宣布暫停瑞健鏡頭公務工程的資格 事發後幾天 警方都聯絡不到審事創建的負責人審慾權 直到星期三凌晨 他去警署自首 警方指他涉嫌違反《職安件條例》將他拘捕 我們不排除稍後會用其他罪名 再去拘捕這個人士 我們也包括考慮用剛才提過的誤殺的罪名 警方星期四晚宣布 落案控告審慾權誤殺 星期五提堂 控罪指他在阿士甸道西一號 原方金門地盤內 非法殺死兩名工人 他申請保釋被拒 事發接近一星期 金門這個名首次出現 之前警方、勞工署 已知各大傳媒的報道都沒有提過 唯獨《聖報》的報道說 警方調查後 懷疑有人為了省錢等原因 指示兩名工人將排水渠 偷偷接駁到最底層屬於金門建築的喉管 在調查期間誤導警務人員 至於商場的業主港鐵曾經和死者家屬會面 並向兩個家庭各發方十萬元應急 被家屬批評沒有誠意 而大判和異判就各給二十萬元的欣述金 警方和政府說 經初步調查發現管道本身有很多工程安全措施漏了 好 之前要做一個風險評估 我們看不到這個證據 我們看到了 而你做了風險評估的話 其實要很清楚 在一張我們設定的表格上 寫完你風險評估的 誰去做 在多顏處要貼在那裡 我們看不到 再查的是 工人有沒有用到保護器具 呼吸器、養瓶 另外就是那些安全繩 如果出現了工人境外 我們不只是去追究最前線的判頭 起碼我們會追到大判那裡 當然要逐層看他們各自責任是多少 如果證明犯了我們法例的要求 我們都會依法去追他們 港鐵在法例下 它是佔有人 你可以說它是業主 如果佔有人有任何其他東西 我們都會看 但是我們過往的經驗 通常都會在承辦商那裡出問題 翻查資料 2019年到今年6月 四年半以來 只有兩項 和密閉空間有關的違規定罪 一個人和一間公司 分別因為沒有做足安全程序 被判罰款1500和5000元 小的檢控不代表我們業界做得好 相反就是我們勞工處沒有這些資料掌握到 所以它搜查去巡查能夠做到的幅度 次數不少 如果法例是說其實不理了 總之凡是密閉空間的工程都要事先情報 對於勞工處所掌握的資料 對於承建商的一些壓力的話都做到 另外前年11月 小豪灣污水處理廠工人維修管道期間 有污水入井造成一死四箱 承建商被控違反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等規例 沒有告誤殺 最後今個月7日被判罰款9萬元 最近期控告誤殺的工業意外 是今個星期四 一個入境香港的法國籍工程師 被指涉及2017年 港珠澳大橋工程一中造成兩死三箱的意外 他事發後離港 警方一直以涉嫌誤殺通緝他 所以他一入境香港就被捕 以及被控誤殺 公權會曾經說 港珠澳大橋工程至少20名工人死亡 但之前一直沒有人被控誤殺 一年前引起全港關注的安達神道地盤天秤倒塌意外 造成三死六傷 這宗案涉及最少67張傳票控罪 暫時沒有人被控誤殺 在制度健全的社會悲劇一中倒嫌太多 香港近期發生的另一宗慘劇 再一次揭示當局對照顧者的漠視 上個星期一對有自力障礙的中年兄弟懷疑在家餓死 一直以來照顧他們的是年過70歲患認知障礙症的媽媽 但是媽媽5月以來一直入院 過去這4個月 兩兄弟的生活都是要自己自理 資料顯示他們不是隱蔽家庭 媽媽過往懂得因為公屋和縱門問題向區議員求助 三個病人都要長期覆診 照計互相依靠之下 社署、醫管局都會有他們的狀況紀錄 為什麼媽媽入院之後沒有部門介入跟進 要兩兄弟自生自滅呢? 紀錄都顯示 無論是社署也好 或者是其他不同形式的社福機構 都在目前來說 都沒有顯示記錄 是這兩個中年兄弟 是有拿他的服務 或者尋求協助的 所以在這裡我都希望向大家呼籲 一如果家庭遇到困難 請你們尋求協助 政府說沒有求助記錄 醫管局就說有記錄 看到兩兄弟曾經去醫院探過媽媽 也都有醫務社工跟進 醫護方面跟社署的社工 是有一個很好的聯絡 是即時四個月前已經開展了 其實當時的討論點 是怎樣去照顧這位母親 如果他出院的時候照顧的 而當時得到的資料就是 這兩兄弟本身是有照顧能力的 他自己照顧的能力 也都考慮甚至是他去照顧的母親 他也都兩位曾經都先後 去過醫院探望的母親 至於他為什麼在四個月內 都能夠照顧自己 但是最近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最終是產生這樣的悲劇 他們在家裡死亡 我相信要等死人調查 大家各自都解了話 但為什麼在他們的認知之下 今時今日的香港 還會發生有人餓死的慘劇 沒有人給到答案 特首的見解就是這樣 我亦都相信在地區 去了解多一些是否涉及隱蔽式 需要幫助的一些家庭 地區是可能更了解的 所以關愛隊在這方面 亦都可以發揮力量 將來我們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還有區議會的議員 亦都在這方面可以發出 發出他應有的力量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來近幾個月事務大小都會聽到 區議會和關愛隊 怎樣去幫到社會 好歉 事關12月10日要舉行完善了的區議會選舉 兩個多星期之後就會開始提名期 和完善了的立法會選舉一樣 區議會的選民都少了一個小時去投票 但參選人申報選舉廣告的期限就放寬了 選管會是這樣解釋的 為什麼我們在微諮詢的情況下 我們會放寬呢 其實這個亦都聽到很多的要求 停牌 我們發覺其實如果你想想 選舉工程是這麼多事情做 還有今次可能因為改變 可能有些新的 以前沒有選舉經驗的人士去做選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認為放寬是適當的 完善了的選舉 對外國外港的參選人 都會多一份包容的 過往沒有按時間按規矩 做足參選申報程序 而要被送上法庭的例子 可能已經成為過去 一些過往的法庭欺客 現在可能會陸續成為新常派的一部分 記協主席陳朗勝 上年採訪期間被警方截停 要求查身份證之後被捕 他近日被判 左差辦公罪成立 判監五日 左差辦公罪的最高刑罰 是判監兩年 大過往同類的案件 只是會判罰款 或者社會服務令 陳朗勝申請保釋等候上訴 但裁判官的保釋條件就是 交三萬元保釋金 和旅遊證件 期間不准離開香港 每星期要去警署報道兩次 事發在2022年9月 陳朗勝和攝影師去旺角麥花省場館 採訪元朗朗平村業主大會 作公的便衣警說 收到情報 有人鼓吹媒體和居民到場表達不滿和訴求 警方的評估是可能會有混亂 他們見到陳朗勝和同行的男人打斜過馬路 陳朗勝用手按住斜背袋 覺得他們打算示威 所以截停他們 作公的便衣警說 自己當時不認識陳朗勝 當時多次表露身份 說有出示委任證 也要求陳朗勝出示身份證 但他情緒激動 所以軍裝警加入後 將他押向牆邊拘捕 同時覺得他會逃走 所以反手鎖上搜購 陳朗勝就說 截查的便衣警 兩次很快地拿出卡套 只是閃一閃 但沒有回應到問題 陳朗勝解釋 自己曾經被警員公開身份證資料 所以當時希望問清楚截查警員的資料 如果中間有什麼差池 都可以根據問的資料跟進投訴 但是裁判官梁家琦認為 陳朗勝當時就是去警方 覺得會有混亂的地方 警員是有合理目的截查他們 他又認同控方說法 便衣警員可以視乎工作需要 不一定要帶委任證 梁家琦指 事發的時候截查警員 已經向陳朗勝表明了身份 但是陳朗勝沒有停口 肆無忌憚 不合情理地發問 認為他的唯一目的 是故意阻撓警員執行職務 情節嚴重 所以判他罪成 記協聲明說 根據庭上資料 由陳朗勝拿身份證 問問題到被捕 過程歷時只是15秒 但是警方用陳朗勝 情緒激動揮動雙手 來指控阻差辦公的說法 法庭居然接納 記協有引用警隊條例 說警員截停、扣留和搜查的權力 是源於有人行動可疑 和警員合理懷疑有人犯罪 強調市民有權向警員查問截停搜查的原因 自己被懷疑所犯的罪 市民亦有權要求警方出示委任證 證明身份 今次事件向外界釋出強烈訊號 就是香港以法律為名 針對新聞工作者阻撓新聞採訪 撲滅罪行是警方職責 公民社會亦不會容忍有人顧食養姦 浮面只會一個星期的JPAS詐騙案 報案人數不斷增加 涉及的金額亦都折折上升 但JPAS這間公司的真正話事人 仍然逍遙法外 這宗香港近年最大規模的投資騙案 最終是否會成為懸案 世界每一秒千變萬法 人生的事行錯一步就會影響大局 智能理財在你一馬當時 針對JPAS的拘捕行動開始了十二日 香港警方拘捕了至少十八人 當中五個是網絡紅人 他們自己都有經營一些 第一次與JPAS有合作過的 場外虛擬貨幣找換店 或者幫他們打工 另外三個人是同類找換店的負責人 或者職員 不過和他們一樣 有在香港宣傳過 投資JPAS的這些名人 就未在被捕名單上 二十年前 你猜不猜到現在是這樣 由自稱Japan Exchange 到宣稱在2019年澳洲成立的JPAS 2021年7月 在香港有一間JPAS Technical Support 去年4月就改了名叫Web 3.0 Technical Support Limited 根據香港公司註冊處的資料 公司董事一直是一個住在元朗朗平村 叫郭浩倫的男人 他到現在都未被捕 但有四個在這間公司 改名前後打過工的員工 就被捕了 香港警方在星期五開記者會 說分別在香港和澳門 拉多四個人 而在香港抓人期間 發現有人銷毀大量物件 其實我們覺得自己 認為我們的調查 都是去到比較核心的人物 有人用單位浴缸 燒了很多植物 那裡其實都是堆了整個浴缸 例如他可能已經把漂白水 漂過的或者碎過的 扔了垃圾 或者用其他方法處理的話 這個我們真是無從估計 警方已經鎖定了其他目標人士的身份 但很遺憾 部分涉案人士已經離開香港 但是我們會盡全力透過國際協作 緝捕有關人士歸案 這些目標人物是去了哪裏 還有有多少人是逃離了香港呢 當然我們知道他們身處的國家 但是因為他們在逃 我在這裏也不可以透露 他們現在身處在哪裏 這間公司2020年9月在澳洲註冊 先前的董事是CK Zhang 是香港常用的英文拼音 之後就轉了人 由Jai Chen兼任董事和公司秘書 在香港警方開始行動沒多久 這位董事就向澳洲證券 及投資者公署申請撤除註冊 目前當局還處理著 我們與澳洲財經媒體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合作 嘗試在澳洲找找JPEGS 話事人的下落 按JPEGS向官方提供的公司地址 來到西尼下北岸North Wright 這裏並不是商業區 只是公寓式住宅 我們曾經多次上到去 但沒有人應援 據了解這裏的業主並不是JPEGS 的董事 JPEGS 宣稱拒絕框架 沒有所謂的CEO 網頁上也沒有透露公司運作架構 或者管理層 但我們發現 香港警方曾經上門搜查 但沒有拉人的場外虛擬貨幣找門店Hongcoin 負責人東記曾經聲稱 飛去澳洲見JPEGS 的高層 根據網上流傳的影片截圖 東記曾經同一個聲稱 是澳洲JPEGS Marketing Manager 對談 還入了一座建築物入面 東記的所有網絡平台已經看不到影片 我們用網站時光機追查 看到這段影片是去年12月上載 但已經不再公開 東記的會員仍然可以看和留言 而那位叫Jeremia 的JPEGS 高層 曾經在2022年1月出現在JPEGS 的 Twitter 貼文 但沒有提到他的身份 相關連結現在按進去已經失效 JPEGS 亦出過這條宣傳片 片中標明是做JPEGS 品牌大使的人 不論名和樣都跟東記介紹的一樣 他亦都介紹同一座建築物 說是JPEGS 的元宇宙實驗室 JPEGS 去年大力宣傳這個實驗室 說在去年年尾開幕 但我們去到現場 人去留空 據我們了解 這裡已經丟空了至少半年 而這位Jeremia 我們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找到同名的人 但他一律介紹自己是現場活動師 而網頁主要是他主持分禮的相 這位Jeremia 說 自己亦都做過電視節目和廣告 但亦都有蛛絲馬跡 看到他和JPEGS 有關 他在Lincoln 上載過一張照片 正正是JPEGS 的元宇宙實驗室外面 但他只是說自己代表JPEGS 公佈 發展元宇宙的消息 沒有提到自己是否JPEGS 的員工 今年8月他 Post 一張照片 說在香港見到當地最大USDT 交易平台 Conguro 的負責人 Keith O 說看著他們市值兩億港元 令他大開眼界 他Tag了JPEGS 香港警方上星期也有搜查Conguro 有指Conguro 是JPEGS 的合夥人 但相關人等沒有人被捕 Jeremia 當時還在會展出席過一個 由區塊鏈資訊平台舉辦的活動 有份贊助的場外虛擬貨幣找換店 以致參與的KOL 在今次JPEGS 事件裡都有被提過 JPEGS 今個月以白金贊助商名義 在新加坡的 Web 3.0 峰會買了攤位 當時葬正香港證監會出聲明 點名說 JPEGS 是無牌 現場傳媒在 JPEGS 攤位一直都見不到人 原來 Jeremia 當時有特意飛去出席 還在 JPEGS 的宣傳區輕鬆拍片 Jeremia 還在這些 Post 提到 自己特意開 YouTube 講虛擬貨幣心得 但現在的頻道已經空空如也 只剩下他的自我介紹 說自己由 JPEGS 成為 Global Partner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的記者 曾經找到 Jeremia 他承認自己曾經跟 JPEGS 有合作 但強調現在已經跟他們沒有關係 Jeremia 說 是經中間人介紹 斷斷續續合作了兩年 他沒有具體說合作形式是什麼 他的具體工作是什麼 只是說和形象表達方面有關 他強調自己一直都沒有接觸過公司的負責人 事件曝光之後 自己成為外界眼中唯一一個見光的 JPEGS 代表 感到無奈 也擔心會因此影響到他做私儀的公信力 他原本答應記者 可以提供和 JPEGS 合作的收據和文件 但記者再聯絡他的時候 他就說已經請了律師處理這件事 不會回應 我們嘗試聯絡他的時候 電話就是這樣 JPEGS 最近一次公開回應 是在星期四 說維持一星期的 DAO持訓者分紅方案的公投結果 將會在七天之後公布 根據他們早前公布的公投進展 投了票的投資者入面 有六成八人接受這個方案 即是他們現在在JPEGS 的資產 以一比一的比例兌換 DAO持訓者分紅 類似開期票的概念 JPEGS 聲稱 投資者兩年後 可以用兌換價百分之一百回購 這個星期 國際媒體眼中的香港焦點 就是即將76歲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由他被捕還押起計 已經在監獄超過一千日 目前在赤柱監獄服刑的他 被裂造重犯 單獨囚禁 現在這段時間 瑞士日耐瓦的聯合國總部 正在開人權理事會會議 英國駐聯合國代表團 趁著這個慈基 亦是總部舉辦了的研討會 重點討論香港的新聞自由 英國除了邀請了香港的獨立記者 分享香港媒體這幾年面對的處境 亦找了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欣做分享嘉賓 已經有三年沒見過爸爸的黎崇欣說 他仍是很樂觀 因為他相信 如果要黎智英死在監獄 對香港政府沒有好處 黎智英同事是英國公民 這次這場研討會 有至少20個國家列明支持 亦都有多國派代表出席支持 矽間還有中國的代表 他舉手發言讀出中方聲明表達不滿 路透社報導原來中國很重視這場研討會 早在事前出信給各國代表 有至少四個外交官向路透社確認 他們有收到中國的信 要求他們不要用任何形式參加 或者支持這場研討會 有些甚至親自和他們見面 看回最後列明支持和出席的代表 都知道中方今次的遊說成效是怎樣 不過要了解清楚英國對中方的態度 問題就複雜得多 英國政界要求首相Richard Shunard和黎智英見面 亦都要有實質的行動去幫黎智英 除了見面的要求 政界包括來自北部的國會議員、市長、傳媒 甚至前首相 整個星期都希望Richard Shunard 可以澄清國內另一個問題 有關英國高鐵HS-2的命運 但首相多次的回應都知不已對 有關英國高鐵第二階段HS-2的傳聞 由月中獨立報價報道開始 指首相新衛城和財商侯俊偉 正商討是否取消來往百明漢到曼徹斯特的一段 省下的錢將會預留在選舉前 為減稅政策提供財政空間 到這個星期 新衛城多次被問到 HS-2是否能按計劃延伸到曼徹斯特 他只是說不會回應傳聞 而政府會持續在北部leveling up 做過交通大臣的國防大臣夏博斯 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就強調 政府的資源並非無限 有傳媒引述消息說 政府正在找方法控制成本 和縮短路線之間作出抉擇 決定可能等到下星期 執政保守黨大會在曼城舉行時才公布 大曼城市長Andy Burnham指責 若果高鐵不能去到曼城 將會令北部的人 繼續被維多利亞時代的基建所拖垮 前首相約翰遜卡梅倫 前財相歐斯邦 前副首相夏信亭都出聲反對 認為這樣做是離棄北部居民 80個商界領袖也都向首相發聯儲信 指一段只是來往倫敦和白明漢的高鐵 是毫無意義 目前接通倫敦至曼城等北部地區 主要是靠近200年前 維多利亞時期建成的West Coast Main Line 到今時今日是歐洲其中一條最繁忙的路線 無論客運量和貨運量都早已達到飽和 英國高鐵系統暫時分兩階段 HS1是大家熟悉由Eurostar營運的一段 由英法隧道開始計 由法國加萊卡利 經多佛爾多佛爾 多佛爾再到倫敦 HS2計劃最初在2009年 由當時的工黨政府提出 要建造貫通南北的高速鐵路 3年後由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 聯合政府落實計劃 並稱為自維多利亞時代後 另一次鐵路改革 路線由倫敦、Houston站到百明漢 之後分支 分別延伸到曼切斯特和列斯 會帶來工作機會、經濟增長和繁榮 並可以分擔南北兩地的客運和貨運流量 預計由百明漢到倫敦的時間 會由大約一個小時四個字 縮短到52分鐘 而由曼城去到倫敦的車程 也會減少超過40分鐘 港鐵曾經火拍廣深鐵路 和其他歐洲財團 參與競投將來的營運權 但是不成功 而計劃之後不斷修改 在2015年 連接HS-II和希斯路機場 被視為不是必須要取消 2021年 由East Midlands到列斯的一段 亦因為成本過高而取消 以投資改善地區路線的方式取代 另外Phase-2A 即是由百明漢去Crew 亦停工兩年以減低成本 到今年3月 政府說為了省錢 Houston站的工程將會延遲 不會在HS-II啟用時配合到 Oak-Oak-Cumman 很可能會成為HS-II的總站 在建造費用上的爭議 其實在三年前已經出現 國家審計處當時說 交通部和HS-II公司低估項目的複雜性 工程費也由最初的375億英鎊 不斷飆升 最新官方估算是超過700億英鎊 但經過一段高通漲時期後 預料會超過1000億英鎊 英格蘭北部其實有另一個 叫做Northern Powerhouse的大型基建計劃 以火車線連接東西主要城市 例如列斯、曼城和利密浦等 但亦都需要在HS-II的基建上發展 5月UGov在全國抽樣訪問了超過1700人 兩成六表示 不贊成也不反對興建HS-II 強烈支持和傾向支持 加起來也有兩成六 但強烈反對和傾向反對的 加起來就有三成六 如果只是計來自北部的受訪者 強烈反對和傾向反對的人 更增加一個百分點 對於怡英港人來說 HS-II經過不少港人聚居城市 例如蘇烈河、百明漢、Crew和曼城 直到近期 仍然有曼城的樓盤廣告 以HS-II概念作為賣點之一 但住在曼城而經常要去倫敦的Alex 就對HS-II沒有期望 其實是有曼城的旅行網絡 在倫敦、尼爾森去曼城 去曼城、Picca-Lili 其實不是那麼疏 半小時或一個小時都有一班 而旅行時間其實是兩個小時 以一個公共交易來說 不是真的那麼久 而成本來說當然會比較貴 既有那個 普通價錢來回的話 都90磅 如果普通速度的鐵路 都這個價錢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為了省少少時間 但可能在一個小時 而成本肯定會多很多 因為你所有東西都是重新起過 所以變成那種感覺上 就是像西九高鐵去廣州段 節省很少時間 但你投資極多錢 我對HS-II特別是 Phrase-II 它由賓銘去到曼城這一段 我就沒有特別大的期望 起到就起了 可能分分鐘我都是沒有機會回答 那種感覺 這次已經不是第一次施了HS-II 2021年的時候 波羅斯·Johnson 其實他已經施了東面的支線 由賓銘去到這支支線 當時北部 特別是東北部的人 已經對這個改變很不滿 因為為什麼又是施了北部的投資呢 如果你現在連賓銘去到曼城那支線 都施了的話 是令到投資北部的觀感很明顯 其實北部最需要的不是很反落到南部 人覺得北部最需要的東西是在北部 特別是東西向的交通 所以其實很多反對HS-II的人 他不是反對投資北部 他只是覺得那些錢 應該投資 更改善北部原有的鐵路 甚至是在北部建新的鐵路 而不是建一條通南北的鐵路 因為那些人覺得通南北的話 那所有的經濟活動就走到南邊 今集適逢月圓佳節 一年容易又中秋 這幾年過得有多容易 大家心中有數 陰晴圓缺 起伏跌蕩 本來就很難預計 好像英國星期三 迎接Storm Season開始之後 第一個風暴Agnes 來又如風 來又如風 我們住的地方 第二天天就變得晴朗了 無論是甚麼天氣 大家距離有多遠 繼續互相關心 繼續Keep in touch Carry on的力量 就自然會來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保重身體 下集兩邊走走 再見 Bye Bye 為甚麼